小小黑猩猩小龐 近习生黑猩猩小龐和詹姆姿的小帮手大挑战 为了和最崇拜的天才黑猩猩小桃子看齐 到人类世界学习当小帮手的小龐 训练家公泽先生每天都对他进行严厉的特训 在忙碌的生活中 小龐他们利用假日来到北海道富良野旅行 被富良野这片大地的雄伟壮观 小龐所感动的公泽先生 竟然决定让小龐在这里挑战小帮手任务 他的任务就是去买一罐奶油 送给旅途中对他们照顾有加的伯伯 虽然这个任务有点困难 但却是一个解释平日严格训练成果的好机会 所以这次的任务就是 一起去买很好吃的奶油片 买奶油的路线如下 两个小家伙得走过薰衣草间 到商店购买奶油 然后再送到北北家去 不管哪一个地点在这次的旅行当中 公泽先生都带他们去过好几次了 不安 先让小龐牢牢记住奶油的味道 把钱放到小桃子交给他的粉红色皮包里头 终于要出发 最后一会儿就走快 回去吧 只见小龐和詹姆斯活力充沛的往前跑 好 拜托 你们两个在干嘛 一开始就搞飞机 这些东西真是叫人替他们担心的 天呐 真的没有问题吗 看到眼前惊险的一幕幕 公泽先生决定暗中跟着他们 小庞和詹姆斯首先来到了一大片熏鱼草田旁 熏鱼草长得很高 高到都看不见詹姆斯了 两个小家伙舒舒服服的走在花海当中 结果 小庞好像发现了什么 猴子来了 要吃的吗 要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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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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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y 就因为小鹏太小气了 导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事件 如果一开始就分一半给詹姆斯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可是 才不管它卫不卫生呢 他们吃狼头虎咽的吃着双麒麟 下次一定要分给它吃小鹏 刚才请他们吃双麒麟的观光客 还把两个小家伙沾满双麒麟的嘴巴给擦干净 怎么办呢 小鹏好像注意到脚边的垃圾了 对 垃圾就是要捡起来 然后 太棒了 知道要把垃圾丢到垃圾桶里 真的很棒 小鹏好像又长大了 好不容易通过薰衣草田的小鹏和詹姆斯 接着要经过牧场旁的路 前往目的地的奶油店 结果 突然前面出现了好几头牛 还朝着小鹏的方向叽叽过来 第一次碰到牛群的小鹏 它们到底会怎么做呢 看到开溜的小鹏和詹姆斯 牛群们竟然追了上去 第一次碰到体型庞大的牛 这对小鹏来说似乎太过刺激了 但总算是平安无事地抵达了目的地的商家 要在这里买好吃的奶油 为了帮助小鹏他们达成任务 公子先生事先除了请店里的人帮忙以外 也有请店里的客人配合 小鹏和詹姆斯已经来到店门口了 不过 这里有着小鹏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难关 那就是 对 小桃子每次出任务 都会把拍挡高尔蒂的绳子套在屋外 让他稍等一下 小鹏能不能用同样的手法 让詹姆斯在外面等他呢 到了入口 小鹏开始四处张望 好像发现了什么 那是控制排队人潮时所使用的杆子 把詹姆斯的绳子套在这里真的没问题吗 对 只差一点点 加油 好 成功了 没想到 没想到 这根杆子好像没办法成功的套出詹姆斯的绳子 小鹏突然跑了起来 好像又有什么新发现 拉着詹姆斯的绳子到底要去哪里 他开始爬树了 原来如此 把绳子套在树上 这下子就没问题了 虽然詹姆斯显得有点痛苦 不过总算胜利套出绳子了 好 准备进去店里了 出绳子套出绳子了 入口虽然是自动门 可是门却始终不打开 可能是因为小鹏太矮了 所以自动门感应不到 小鹏太短了 小鹏坐了下来 束手无策的小鹏就在这时候 厉害厉害 居然知道要跟着别人后面走进去 小鹏实在是太聪明了 总算顺利进入店里 就在这时候 在小鹏面前出现了一只硕大的乳牛 其实这是为了让客人体验挤牛奶乐趣的机器牛 不过小鹏可能是想起了刚才在牧场碰到的牛群 有点怕怕的 可是它还是战战兢兢的靠过去 靠再进它也不会动的 放心 看来它终于知道这只不是真的牛了 这时候小鹏的动作也大胆的起来 小鹏放着任务不管 开始在店里闲晃起来了 结果 它发现这里是手工奶油教室 在这里你可以摇晃装了鲜奶油的瓶子 借此分离出奶油来 小鹏站在窗口看着里面的情况 小鹏好像以为做奶油是在跳舞 小鹏好像以为做奶油是在跳舞 小鹏竟然也挑战做奶油 小鹏竟然也挑战做奶油 没多久 通许是习惯了 竟然可以用单手来摇 小鹏竟然可以做奶油 接着还开始转起圈圈来了 就在这时候 小心点 小鹏的手工做奶油到此终于告一段落 只要照着步骤去做 就能做出像这样的手工奶油 不过小鹏的功力还不够了 接着小鹏终于来到了奶油卖场 公子先生带着担心的表情 偷偷地在一旁跟着他 卖场除了奶油之外 还有贩卖cheese 所以他得先试吃 然后再选择要购买哪一种 公子先生让他尝过的奶油味道 小鹏到底还记不记得呢 小鹏首先拿的是cheese 不同 那种味道 很浓烦 不信心 那种味道 那种味道 不信心 是 不信心 是 那种味道 那种味道 是 他好像很犹豫 公子先生也很替他担心 因为不确定哪一个是奶油 就这样在柜台前站了一个小时 然后公子先生决定放弃了 小庞终究还是无法分辨起司和奶油味道的不同 从小桃子手上接下来的这个粉红色皮包 要让小庞从里头拿钱出来 似乎还要一段时间 不过将困难一一克服 努力走到这里的小庞和詹姆斯 经过这次的挑战 相信两个小家伙又成长了不少 不知不觉中 天色已经黑了 这次就由公子先生来买奶油 再和小庞一起送去给伯伯吧 好 好 好 虽然不是很难易 但也算是尽力了 小庞 詹姆斯 辛苦你们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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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